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在北美 欧洲 香港 台湾 日本以及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享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除PC桌面端产品以外 公司以战略性针对移动互联网市场展开布局 发布了猎豹清理大师 WPS Office 移动版等产品 并在同类产品中名列全球第一 那么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扎老师 开启今天的海外留学求职那些事的讲座 谢谢 好的 各位同学大家好 跟大家在线上打个招呼 首先非常荣幸能够收到红杉学社的邀请 跟大家在线上见面 并且我们现在正好处在2021年新年一始 也是下一个新十年的一个开始 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我们一起来探讨海外留学生就业求职 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 那么近些年来 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的都有感受 这十年全球的经济下行的压力 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 2000年也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节点 新天鹅 这个黑天鹅出现 然后新冠疫情全球性的蔓延 那么给全球的经济踩了这个刹车键 其实全球经济大势的不景气 一方面告诉我们说 对于我们海外留学生 或者国内的英届毕业生来讲 我们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这种就业的 这个竞争的压力和就业的严峻的形势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发达国家 对中国来讲 有很多的国际的贸易摩擦 包括去全球化的这种趋势 声音也不绝于耳 那把中国已经当成了 它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那这在另外一方面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我们的祖国 逐渐发展和强大起来了 那这次疫情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国家对于这种重大事件 危机管理的优秀的能力 那我们在国内的这些感受呢 就是非常安全 我们也更加安心 整个疫情控制的非常好 那另外一方面呢 除了这个这种危机处理的这一面之外 我们看到我们在互联网5G新基建 人工智能等多个前远性科技的产业方面 发展也是非常迅猛 并且走在了第一梯队的这样一个重要位置 而且在芯片新材料 智能制造等领域 我们还依然需要大量的优秀人才 人才的缺口非常大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话题 其实也给到大家更有这个前景 更有空间的这种职业发展机会 等待着大家回国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主题 那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跟大家聊聊海外留学生 求职的那些事 那这一次分享呢 我会分成五个部分 那首先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全球和国内的行业大事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的求职目标 我们的考核的面试官 眼中的人才是什么样子的 第三个呢 我们要自身梳理一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短板在哪里 然后呢 我们更加知己知彼的前提之下 做好求职前的充分准备 那最后一个环节呢 会给大家留时间 做一些这个大家聚焦问题的解答 好的 那首先求职就是一个知彼 知己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首先我们就要做行业的这个大事的分析 那我们看一下这两年的就业形势 毕业生的供给的数量 2000年 本土的毕业生呢 是874万 海归呢 是80万 那当年的毕业生 去年的时候是954万 那今年是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国内的毕业生 我查了一下数据 是909万 海归呢 这一块我没有查到一个特别确切的数字 那我相信应该是80万 还要更多 那这样加在一起呢 是逼近1000万这样一个数量级 所以说今年的整个的就业形势 依然比去年更加严峻的 这个是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个竞争的态势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看一看需求方 那这几年整个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 其实企业能够放出来的这个就业的机会 也是成一个缩水的态势 那主要表现在就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跨国的制造类的企业 再加上之前这个需求一直在 Top1的互联网企业 适当的需求都是有一些缩减的 那之前平均每家企业 它能够释放的就业机会是6个 那现在目前阶段呢 是每家平均是4.2个 所以说这种这个缩水的情况 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需求下降行业的前三名 主要是金融互联网和生产制造类 分别是37.4% 36.2% 还有呢27.5% 所以说今年整个的这个就业形势 依然不容乐观 好 那大家看完这两组数字之后 心里一定是沉甸甸的 说我面临的这个竞争压力依然很大 但是在这种大势下 我们还要分析一下 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 实际上也不都全是这个压力的信息 还有很多利好的空间 就比如说在岗位需求这个结构性里面 我们发现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的升级转型 这种需求的释放量很大 那目前呢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 面临着大量的人才缺口 在这里面呢我列了前七个 比如说像信息技术产业 电力设备 数控机船和机器人 新材料 节能和新能源汽车 航空航天 这个农机和医疗器械 海洋工程和轨道交通等等 那实际上 这样一个岗位缺口的空间的放量 实际上它也吻合国家的产业发展大势 就是国家现在倡导产业下沉 技术下沉 那更多这种技术硬内核的岗位 非常强受 也给大家留有更大的空间 好 那第二个利好的消息呢 就是在整个英界毕业生大的 这个供给方盘子 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呢就业方的需求量 缩减的情况下 那我们海外留学生 在这样一个大盘子里面 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们看一下细分 海外人才 在企业需求方依然是强劲的 这绝对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那我们看到第一个上面那个图片 那2019年 一共有129家中国企业登陆 世界500强的榜单 那绝对是一个实力性的展现 那全球化的这种企业化发展的趋势 会更多的促进企业的海外人才招聘的需求 那海外人才就变成 企业这个产业全球扩张的 必备的人才的需求 所以说我们还是很有优势的 第二个呢就是海外人才招募量级的一个需求 那有除了有龙头企业 除了上榜500强 129家的这个品牌公司之外 那依然还有300万个各类的中国企业 也有除了海的招聘需求 而165的扩张 第二张图片上蓝色部分 在东亚欧洲和北美 这三块地方那出海的企业都会 优先考虑当地的中国留学生 来这个支撑海外的业务 那这个绝对是一个量级的利好消息 好的 那分析完这个数量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 行业需求在这个 行业需求前时有哪些方向 那第一个呢 首当其中还是互联网 第二个呢是专业类的服务 比如说像这个人才税法咨询 这类的人才需求 第三个呢是生产制造 然后是计算机软件 那我们发现第五位的 这个金融类对口的基金证券 银行和投资 这个需求下滑的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此前是在top3 这样一个行业需求的位置 那现在已经排到第五位了 然后接下来是IT服务 还有教育培训啊 传媒啊 电子啊 国际贸易等等 那我们发现呢 行业需求的排行变化 还是比较巨大的 其实排名提升比较明显的 是生产制造类的 计算机软件和IT服务类的 那这三个 从前的这个行业排名 是在后面的 现在很显然 行业发展突飞猛进 大量的需要优秀的人才 好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海外毕业生应聘最多的 大家比较聚焦的十个行业 有哪些呢 这是大家投递的方向 第一个也还是互联网 这个是比较吻合的 第二个呢 是基金证券银行投资类的 这个需求 大家这个投放量 放在第二位的原因呢 一方面呢 就是有可能是 大家学金融类的 同学是比较多的 虽然说最近就是 出海学金融的 总体的留学生数量 有所减少 但依然占的比例 还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对 基金证券银行投资的 这种岗位需求 还是非常大的 那他就排斩了第二位 然后接下来呢 是教育培训 还有人才税法咨询 房地产传媒 进出口生产 批发零售等等 这些行业 然后这两张表 我给大家列出来 这个目的在哪里呢 我们求职工作的时候 我们求职找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关注到 需求的释放量 这个行业方向有哪些 所以说很显著的 这个金融类的同学 就要注意一下 因为那个 这个证券银行 它的需求 缩水的比较严重 所以说大家是不是 要考虑互联网金融 或者其他方向的财务啊 或者金融之类的需求呢 就比如说排在前面的 基础机软件啊 或者生产制造类的 对这种财务的岗位的需求 以及互联网 互联网金融 这类的需求 你要分散一下 你的投放的方向 调整一下 获取 这个就业的机会的概率 就会适当的提升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大家在这个城市选择上 会有什么样的 和这个 需求供给方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 我们看一下海外招聘的企业的 城市排名的分布吧 北上广森 一线城市和 最一线城市 孩子排在前面的 那大家看到 深圳 上海 广州 北京 成都 杭州 宁波 这样的城市 是排在前面的 这是需求的释放 第二个呢 大家看看 毕业生期待进入的 城市排名 那依然是这个 一线城市和 准一线城市为主 那其实 细微的排名 会有些变化 比如说上海 北京 深圳 广州 杭州 南京 这些是大家期望的 我们看到这种 细微的差异 比如说 大家希望去北京的同学 很多 他是排在第二位的 但是需求的释放呢 北京恰恰是在第四位 而且呢 这个比例的差距 也比较大 所以说这种 细微的调整 大家要适当的 进行考虑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年 大家聚焦到 一线城市 是非常集中的 进入二线和三线 城市的意向 下滑的比较多 那这样的话 大家要进行 适当的一个调整吧 还有呢 就是 避开这种热点的 一线城市 如果你的职业方向 允许调整的话 我觉得就是 适当的去避开 竞争的热点 或者是说 有一些同学 可能会选择 准一线城市 或者二线城市的 发展机会也不错 因为生存的性价比 还是可以的 还有呢 就是有一些同学 可能会考虑到 回家乡工作 考虑三四线城市 那这也是一个 提升就业率 选择优秀就业机会的 一个合理的一个 一个分配方式吧 所以说这个 继续考虑到 需求方的这样一个 就业数量的释放 还要考虑自己 求职的方向 进行一个结合调整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专业分布的情况 那我们调查一下 就是海外留学生 在商科和金融类的专业 占比依然是主流 非常高 总体数量上来讲呢 学经济和金融类的 学生数量是有所下降 但是呢 绝对数量还是 这个top one的 然后我们发现 计算机和数学类的 还有工程技术类的 毕业生比例是有所增加的 那其实这样一个 专业方向选择的变化 也吻合了国内 产业发展方向的变化 因为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 产业下沉 技术下沉 那么海外留学生 在出国留学的时候 也会考虑到 未来的就业机会 和发展的方向 所以说也做了 专业上的一些调整和变化 那下面这个表 就是留学生 整个专业的 这个排布的情况 所以说可能 这个对于本科 要往这个选择考研 选择专业的这个方向 可能会做一个方向的 一个参考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需求量最大的行业 也就是互联网行业 这个也是我从业有 这个十多年的一个行业 相对来讲比较熟悉 而且未来的空间 释放也是非常聚焦的 那全球互联网 企业市值排行前30的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美国呢 稳定占领 这个全球 30里面的18个席位 中国呢 现在是稳定占有7个席位 分别是阿里巴巴 腾讯 美团 京东 百度 网易 还有呢 小米 当然小米 雷军也是我的 这个前老板 那其实受它的影响 还是比较深刻的 小米也是一个 快速成长型的 指数级的一个企业 那我们看这个 企业的榜单 大家会发现 其实 大家小的时候 能详的那些老牌的 PC时代的互联网企业 比如说新浪 搜狐 网易 这个几大门户网站吧 其实那个时候如日中天 但是短短的十年的时间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榜单上 只剩下了网易 是吧 那后来 后起之秀 其实也发展了很多的企业 我们会发现这种迭代 技术迭代 其实这种产业的竞争淘汰 还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我们要实时的关注 这个发展方向 就是和我们自身的就业机会 结合起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中国互联网企业的top10 那除了上榜这个 全球前30的7家企业之外 接下来还有三家上榜 就是字节跳动 拼多多和携程 尤其字节跳动 这两年非常的火爆 那它的内容提供 占据了大家大部分的这种 碎片化的时间 那我们会发现 这个社交电商 互联和媒体 是这个主流的传统互联网的业务 持续的进行扩展 并且呢 占据top10的重要位置 其次呢 在金融交通 auto教育和医疗领域 这些新型的互联网的业务 也在快速的工程掠地 所以说这样一个产业图谱 也给大家的就业 你的就业的地图 你的目标企业的锁定 提供一个一手的线索参考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互联网的细分赛道 那这张图片给大家呈现了 互联网家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 基本上覆盖了我们能够想象到的 所有的应用场景 而且呢 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 消费互联网红利出进 已经发展到一个极致的状态 那么接下来的发展 更多的是工业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大家更多的往2B方向 工业互联网的这个方向上去考虑 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空情 好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目前国内发展 这个四大热点方向 也就是围绕着新基建的 这个四个热点方向 这也是国家新一轮的发展机会所在 那首先呢 就是5G 5G这样一个发展方向 那它是被国家 应该是19年 中国正式发放了5G的商用牌照 标志着我们国家正式的进入了5G的时代 而且呢 5G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大家民用的互联网 试剂的资源已经足够了 其实5G 它更解决的是工业互联网的这种互联互通 这样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像互联网医疗 那这种智慧交通 智慧城市 它会解决这种带宽和信息的 这个延迟的问题 所以说呢 5G会带来万物互联的一个新世纪 新发展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呢 就是区块链的技术 区块链也是继互联网之后 带来革命性影响的一个新的技术 那也引起全球的重视 强化区块链的战略 实际上已经写入了国家的十三五规划 国家对此也做出了高度的重视 这也是未来非常有发展前景的一个方向 第三个板块呢 就是生物医药 新一代的生物医药技术 今编码 包括细胞 药物 包括疫情期间的这种核酸的检测技术 其实大家更贴近身边的感受到 中国的这种生物医药科技的这种发展变化 所以呢 这样一个赛道 未来发展空间也是非常巨大的 那目前中国在核酸检测这个技术方向 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最近零星的疫情优企 因为进入冬季了嘛 像北京长阳区 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人口 做全员的核酸检测两天 快速的就完成了 这个在 这个效率在全球也是top one的一个地位 而且核酸检测的这样一个结果呢 也是从三天缩减到24小时 以至于最快速度6个小时就可以出结果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我们国家在生物制药这样一个领域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的态势 那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AI人工智能 这个大家可能会感受会更熟悉一些 因为这个智能家居这个是大家身边最近距离能够感受得到的 那2017年呢 国务院就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规划 也列为重要的新经济的增长点 那到2025年 人工智能会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 给大家这个介绍推荐新基建的四大热点方向 主要是让大家在就业选择机会的时候 重点考虑未来发展空间更大 代表前沿科技的这样一个方向 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领域 就会开启一个更有发展前景的这个职业赛道 好的 那我们前面呢 带领大家整个去了解了全球以至中国的这种行业的大事分析 还有呢 哪些细分的领域板块会更具发展潜力 那会代表未来的技术前沿 那介绍完整个环境和需求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来看一看 作为中关企业端 这个企业端的这种人才的需求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他们更青睐于什么样的优秀人才 那这种人才的特质具备哪些 还有呢就是校园招聘 应届毕业生招聘的春秋两季的时间节点是怎么样的 那帮助大家后续做这种求职过程当中 做很好的规划 好的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校园招聘 其实大家在进入高校的时候 尤其是有些同学已经到了大四研三 一直会认为说校园招聘会有两季 一个是春招 一个是秋招 那如果说我现在要有考研的需求 或者是在忙于毕业论文呢 那错过了秋招我还有春招 实际上在这里我提醒大家 这个是一个非常片面的看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大家要知道秋招和春招的分量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秋招是对于英界毕业生就业来讲是最黄金的季节 绝大部分的企业会把大量的招聘机会释放在秋招 所以说最紧俏发展最好 大量的这种企业的这个招聘机会就是在秋季校园招聘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说我错过秋招我还有春招 那么春招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春季招聘是对秋季招聘的一个补录 那春季招聘呢会以小规模的企业创业企业或者是说培训类的销售类的这样类型的全年需要用人规模比较大的这样的企业招聘需求为主的 所以说春季招聘的职位的含金量选择的机会就会比秋季这个这个狭窄很多 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澄清认知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给大家给到大家的一个信息 就是春季招聘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性的重头戏 就是国内由于这个人才的竞争策略 那其实更多的大厂品牌性的公司会把秋季招聘时间向前拉伸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形式呢 就是在春招里面我就开始释放暑假实习生的招聘项目 实际上就等于说春招的时候我去招聘实习生 那么这些实习生在暑期的时候就可以到企业里面进行实习 那实习之后呢考核最终呢我就可以给到秋季提前发放的offer 转证的概率大概在50% 其实这个比率也还蛮高的 但是当然也知道大厂或者是品牌公司对于实习生的转证 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 好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校园招聘的时间节点的分布 大概是怎么样的那通过这一张图 同学们在上面的数据解读到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这个是我们调研了2019年的这个企业的招聘需求的投放时间 和海外留学生他投递简历的时间 我们做了一个曲线图 我们会发现很多峰值的位置会产生了一些错位 就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春招这个环节 企业释放需求筛选简历的黄金时间段 是在2月的后半段和3月份持续到4月份 但我们发现海外留学生 大量投递简历的峰值时间 是在5月份到6月份时间段 那实际上你的投递简历的时间点 比企业筛选简历的时间点滞后了一个月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秋招 秋招是2019年的 其实是8月份吧 每年的8月份开始开启 然后到9月10月份 贯穿两个半月的时间吧 应该是比较集中的 然后呢我们看到海外 这个留学生投递简历的时间 恰恰是在11月份12月份开始释放量级 那这样一个时间差又是错后了 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这样一个时间的错位 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说企业端我想要去筛选海外人才 优秀的海外人才 那其实我是看不到简历的 因为你们投递的时间错后了 那没有办法 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 我可能要把更多的机会 只能释放给本土的优秀的毕业生了 所以这样的话 对于海外留学生来说 其实丧失了很多就业的机会 然后呢也加大了自己的 这种就业的焦虑感 这种就业的竞争压力会更加大 所以说呢通过这张时间表 大家就要无论如何 都要调整自己的投递简历的时间 其实不管这个你的学业 包括你的这个毕业的时间 是怎么样子的 只要想要回国就业 我们就要参照国内的 这样一个就业的 校园招聘的时间计划表 好的 那么其实大家在海外 各个国家各个大学的入学时间 学制毕业时间差异很大 那如果想回国 我们就要参照这样一个时间走 按照国内的校园招聘的时间节点 来安排自己的这个就业的准备 那其实还有少部分的企业 专门做出海的招聘 然后呢 他们会适当的考虑 大家在海外的这个毕业的时间段 但毕竟这些出海招聘的企业 是少数 提供的机会也不会很充分 所以说大家还要按照 我这个时间轴上规划的时间 来做就业的准备 那除了时间上考量之外 我们要在行动上做哪些准备呢 其实求职工作 求职的这个准备呢 规划的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合适 这个也是我在校招的时候 经常遇到 这个应届毕业生提出来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是没有一个标准化的规定的 就是准备的时间当然是越早越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要准备的内容 会有性质上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要准备的工作实习 项目实习 等到大肆延伤的时候 现准备是来不及的 那这个时间段就要往前拉 第二个呢 就是你求职信息的收集 那这个其实也还在 你在刚入到大学的时候 你有目标的去选择目标行业 目标企业去收集每一年的 他的这个招募的信息 他的企业的发展信息 对你毕业是有直接参考的 所以这个时间是要往前打提前量的 然后剩下的就是简历的撰写 网身测评 鄙视面试的准备了 那这个呢 其实就会时间相对来讲 提前一年 提前两年来做准备是OK的 那工作实习项目的这种累积呢 越早规划越好 这是我给大家画的重点 国内的应届毕业生的求职准备 基本上是提前两年开始的 国内基本上是在大二大三 或者是延二就开始准备 然后企业对于英届毕业生的招聘 毕业时间的划分是怎么样的 这个给大家做一个清晰的呈现 那毕业时间国内呢 是以同学们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的 取得时间为准 港澳台以及国外的同学呢 是以你们拿到学位证的时间为准的 那国内的企业招聘 比如说2021年3月份的春招 他招聘的对象是哪些同学呢 是2020年8月份到2021年6月份 这个时段毕业的同学 在这个3月份春招是开放的 然后2021年这个8月份开始启动的秋招 甚至是更多提前到6月份 有些企业已经启动的秋招 他们招聘的对象呢 就是2021年9月份到2022年6月份 毕业的同学 所以大家各自对照一下 自己能够拿到学位证的时间 然后呢去分配自己投简历呀 然后这个应对招聘的这样一个时间表的一个规划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校园招聘 企业端释放的职位 这个排行是怎么样的 那还有呢就是海外的毕业生 他们聚焦的前10个职位是怎么样的 我们做一个对比 那热门行业对于海归需求量最高的职位 我们选择了4个行业 这个也是海外人才聚焦最多的4个行业 一个是互联网 还有呢就是这个人才税法的专业服务 还有呢就是生产制造类的 再有呢就是金融 我们会发现其实互联网需求释放 前三位的这个职位是软件开发 产品经理 数据分析 然后呢专业类服务呢是会计 经理助理和研究员 制造类的呢是研发工程师啊 销售工程师还有管培生 金融类的呢是前三位职位是 投资理财顾问行业分析和保险 推销 好那我们了解企业端的这个职位 需求放量最大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的选择 前十位的职位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管培生 这个可能和大家选学习的专业有关吧 我看了一下问卷调查 可能大部分的同学还是通用 通用技能类的这种专业背景的 比较多 这种计算机啊 工程技术啊 制药啊 这种技术门槛的占比不是特别大 所以这个管培生变成了 炙手可热的第一个职位需求 第二个是数据分析 然后是财务啊 投资分析 产品类的软件开发 等等 还有这个老师 还有机械工程师等等 然后我这张表对照 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什么样的线索呢 就是我们要看一下企业 这个近年释放的职位需求 哪些排在前面 如果我的专业方向和它比较吻合的话 我适当要调整我的这种 这个求职的方向 更有地方使得去投递自己的简历 那管培生 比如说这个需求量可能会适当的缩水的话 那我可能除了关注管培生之外 我可能要更多的去看一看我专业对口的其他职位 做一个选择机会的补充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薪酬的分布情况 那其实根据调研来看 本科的这个企业的复兴 大概是有70%企业复兴是低于10万的 然后硕士研究生大概有50%的企业 他的复兴对于硕士研究生来讲 是在7到15万的 当然还有这个突破的 那个另外的这个一部分比例的职位嘛 然后我们看到市场的调研呢 本科和硕士研究生 自己的这个薪酬期望是高于市场水平的 所以这个是会有一个供需方的一个矛盾 然后看看博士 那75%的企业 他对于博士的复兴是在15到这个30万之间 然后剩下的25%是在30万以上了 那博士自己的薪酬期望 相对来讲比较理性和企业的复兴 区间是比较吻合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矛盾呢 主要还是体验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这一块 自己的期望值高于市场 那就会容易陷入纠结 比如说给offer了 但是薪酬没达到我的理想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那可能会有犹豫 所以说呢 你这种犹豫瞬间就可能上市offer的机会 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那这样的话你错过了一到两个机会之后 你再往面再往后面来看的话 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这样就会拉长大家找工作的一个时长 也会降低成功的就业概率 所以在这里呢 其实企业端对于定薪的考量 无非参照几个方面吧 比如说这个岗位的技术需求性怎么样 如果需求性比较高 它在复兴这一块是比较慷慨的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实习和工作的经验 与岗位的匹配的程度怎么样 也就是你的这个个人的职业经历也好 还是知识储备也好 与岗位的配饰程度怎么样 第三个呢就是综合实力 原能力的一个评估 然后呢就是这个行业 这个岗位的市场价格是什么样的 这个市场价格包含这个城市 比如说像一线城市 它的市场价格和二线城市会有一个城市差 其实是考量在里面的 然后呢就是你所在企业 它在这个行业的薪酬定位是怎么样的 有的企业的薪酬定位 我就定位在一个60分位 其实我和普通的这个 其他的竞争对手是差不多的 那还有75分位 那相对来讲就有一定的优势 那还有呢就是我的薪酬 可能比竞争对手会更高一些 我定位在85分位 那我就会在薪酬上有更多的竞争优势 这个是一个本企业的薪酬 所以说大家在面对不同企业机会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这种薪酬定位的差异 所以在求持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通过一些人脉 或者是师兄师姐 去了解你目标企业的薪酬定位 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再了解一下你的目标城市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你心里会有一个预估的这样一个水平 尽量不要偏差太大 导致自己在决定offer的时候 左右为难 然后上市机会 好 那我们看一看 就是说海归留学毕业生和本土的学生 在薪酬这一块 企业的定型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考量 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首先看出入职场 出入职场本土的这个毕业生和海归 其实差别不是很大 那其实这里面会有调研有一个15%的差异 主要还是在院秀排名以及你的语言程度上 如果这两个要素都比较好的话 你和本土的毕业生会有一个15%的一个优势差异 那这是一个出入职场的水平 一到三年 如果工作一到三年的时候 这种差异就会逐渐的释放出来了 那大概会差在17%左右 那这个依据在哪呢 主要是海外留学生综合素质综合能力 这样一个释放 所以说呢 在这里面其实是需要时间来显示你的综合的优势价值的 第三段呢 就是三到五年的时间 三到五年的时间呢 海外留学生的平均薪酬水平和国内 国内毕业生的这种薪酬差异 会拉大到20%以上 甚至到24%这样一个水平 那这个原因呢 除了在综合素质能力水平表现的差异基础之上 有很多海外留学生已经进入到了 更多的进入到了管理岗位 那么薪酬差距会逐渐拉大 那这样一个对比的数据 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就是首先呢 在决定薪酬这个环节 大家不必要过分的纠结 那如果有目标的行业 那目标的企业 比如说品牌大厂 还有呢 心仪的职位 给了offer之后 如果说薪酬差一些 你要迅速的去做决定 迅速占领自己的理想的职业生态位 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那后面的薪酬 只要是你到岗 你有机会 你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能力发挥 有更多的业绩贡献 薪酬涨上来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不必纠结起点 第二个呢 就是薪酬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 相对来讲是一个线性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如果说你 更多的积累修炼自己的技术硬内核 比如说现在市场上对于这种技术 或者是专业加管理 这种复合型的人才非常稀缺的 如果你具备这样的能力 你具备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 那其实你的薪酬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假设说像生产制造行业 智能制造行业 你懂机械 你又懂计算机 那对于英界毕业生来讲 可以拿到30万到40万的这样一个 绝对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 所以说最终你要想挣到高薪 还是要修炼自己的本事 这个是第一要务 第三个呢 就是要更多的把自己的职业发展 拉长时间段 你要长远的去考虑发展 你要有耐心去等待这种减刀差的结果 你用自己的努力和实力 来赢得理想的薪酬水平 好 所以说呢 这样一个数据总结呢 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延迟满足的一个心态 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那么其实这个拿不拿得到高薪 这个是一个较量的过程 但实际上你获得一个理想的工作 这个优先级会排在前面会更加重要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企业端 企业这个管理者会更喜欢什么样的海外留学生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 那我想告诉大家 虽然是说 就业的竞争压力这么大 但是呢 在大多数企业对海外留学生是非常喜欢的 你们非常受欢迎的 这一点无庸置疑 那其实这一点主要是和国家发展的大的战略方针和企业的战略有关系 因为这几年中国主要是习大打定了一带一路的发展的这样一个大的国家的这个发展的方向 那么企业想要有一个快速的发展也会走这种国际化的道路 所以说海外人才这个非常受青睐 这也是背后的原因 那么对于人才选拔这一块企业端的管理者更注重哪些人才的核心要素呢 这里我给我给到大家这个六个核心的能力要素供大家参考 那第一个呢就是实习工作经验这一块 当然了实习工作经验的这种价值评估还是要和应聘岗位的相关性 这个做一个确定的 就比如说你的实习经历 你的行业经历 岗位经历更多的和你求职的目标岗位非常吻合 那这个价值评估就会很高 因为企业偏好有相关实习和工作经验的同学的原因呢 第一个呢就是既来既站 给企业节省很多的培训成本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你这个很快就会进入到职业的角色当中 第二个呢就是稳定性比较高 因为你会很快进入到职场 并且呢寻找到自己的这种价值感 融入团队也比较快 那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稳定 然后离职率也会比较低 那所以说这个实习和工作经历排在了人才要素的第一位 那第二个呢就是专业背景 那这里面呢其实专业背景是分成两类的 一个是技术类 还有一个是非技术类 那很显然对于很多这种互联网技术研发类型的 还有呢制造制造类型的 还有呢就是生物制药这样的行业 对于专业背景的要求是有技术壁垒的 你要懂计算机 你要懂这种算法图形学 你要懂这种智能制造机械类的这样一个专业背景 还有生物制药的专业背景 这是很显然的 那么像这些职位对于专业背景都有它的独特的选择 那第三个呢就是综合实力这一块 其实我们在多轮面试过程当中 挖掘了更多的冰山以下的这种潜在的能力和原能力 其实更多的是你进入职场之后 你除了专业技能的学习试岗之外 你后面职业发展你能够给企业带来多大的价值 你能够在企业上走到哪样一个这个level 其实是你的权力决定的 所以说在考察个人综合实力方面 也排在了第三位的重要程度 那综合实力的考量也是和企业招聘的岗位的 这个职业职位胜任力模型是相匹配的 也就是这个职位画像相匹配的 那第四个这个人才要素呢 就是学校的排名了 那我们作为企业管理者会认为 其实学校在高考这样一个环节 也已经替企业筛选了一轮 那尤其是这种知名的院校 那他整个的这个入学的筛选 会为我们节省很多筛选的成本嘛 也是一个实力的佐证 那第五个要素就是语言及其特长项了 这个主要是个性化的这种专长的加分项 然后最后一个要素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除了前面包括技术性内核 精力这个内核 还有实力内核之外 形象气质这个也是受到企业管理者 关注的一块 所以说在自己在教育背景 专业背景 这个技术积累的前提之下 那么要注重自己的这种形象的 形象气质的打造也是很重要的 第一印象做到这个锦上添花 好那我们除了我们要了解到企业端对人才的需求 核心的素质有哪些这个聚焦之外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我们海外的这个毕业生更多的会关注企业哪些核心的这个机会要素 那我们看一看首先就是有一个良好的薪酬福利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生存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嘛 所以说呢这个薪酬福利是大家挑选企业机会的第一个要素 那第二个呢 是企业品牌形象 实际上这个也会说明大家更关注在职业选择方向上 我的起点在哪里 因为企业的品牌 企业在这个行业的这个绝对的竞争优势的积累 决定你职业发展的这个出发点有多高 所以说大家更理性的会选择更好的一个起点 更好的发展平台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三个要素 我们会看到有两个其实都是和大家未来的发展相关的 就是完善的职业晋升的机制 还有呢完善的培训体制 那这个会发现我们更多的海外毕业生会着眼于长远的发展的这样一个眼光 那这样一个选择也是非常理性 也是非常棒的 那第四个呢就是企业文化的诉求 实际上企业文化的诉求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比如说我们会发现 这个企业品牌 是名度够好 然后呢薪酬给的也比较给力 而且这个岗位的这个技术发展方向也是我想要的 但是为什么有一些英届毕业生到岗之后 会发现做了一段时间 一年或者是半年 或者是这个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会发现我不太喜欢这个企业环境 我要离开 我要跳槽 那也会导致很多英届毕业生 频繁跳槽的一个原因 这就是企业文化 其实这种企业文化是和大家的这种价值观 有一个考量的匹配度的 就比如说我可能会喜欢这种更人性化 有更多的自由空间 发展机会的这样一个工作环境 那如果你选择一个企业的机会 它更多的是控制性的 规则性的 它要求你更加严谨 要求你入职之后 你出入职场的角色 执行层面的会更多 给的空间不够大 那么和你最初的这种职业诉求 你的价值观就会造成很大的矛盾和差异 你做时间久了之后 你会觉得不适应 很憋闷 然后呢 这种管理方式非常不灵活 然后自己觉得这种 哎呀 没有发展空间 到最后黯然离场 我可能要换一个赛道 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自我的 这个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考量上 也是大家需要关注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好的 那么在调查问卷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也是这个网络热点问题吧 就是关注到互联网 或者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的节奏和压力 那好多企业都是996的这样一个节奏 工作压力非常巨大 因为我在互联网做了有十多年 体会也比较深 确实是这样一个狼性竞争的文化吧 那如果说企业你自己自我发展的迭代的不够快 其实你就会被竞争对手打掉 因为大家能够看到很多老牌的这种企业 其实这种跨界的竞争被颠覆的例子非常多 比如说像摩多罗拉呀 还有诺基亚呀 很多如日中天的这种企业 那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 在这种技术转型的周期过程当中 一步跟不上就会被颠覆 所以说那在这种行业工作 这种竞争压力 包括这种工作的节奏快 是普遍性的一个状态 那么大家可能也会发现 有一些这个消息的爆出 比如说像这种行业这个英年早逝的 这种情况也比较多 然后就会有这种这个猝死的情况 也让同学们非常忌惮 是吧 挺可怕的 所以说呢 就很多人聚焦到这个996的问题 到底怎么解决 我入职之后 我的这个劳动者权益 我怎么保障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 这个调查问卷里面发现 所有的要素当中 这个弹性工作时间的关注度 并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最近自己 洪山学社调查的问卷里面 关注的同学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问这种 待新年假 法定假日是不是能够按时休 然后996是不是一个常态 那怎么样去做机会的选择 那在这一块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 就是说大的这种 就是大部分的企业 尤其是一些大厂和知名企业 其实他的这种呢 待新休假呀 包括法定假日的休息 是非常正规的 也会有这样的福利 会放到公司的规章 制度里面是明确规定的 大家都是可以享受得到的 然后至于说 这个996加班的程度 那除了行业普遍的 一个现象之外 其实企业的这种 个性化的管理差异 也是有的 其实大家可以根据需求 来做一个了解 来做一个选择 如果说你非常在意这个问题 你就选择一个相对来讲 竞争压力没有那么大 节奏没有那么快的一个企业 来那个满足自己工作 和生活的balance 那么实际上就是 互联网和高新科技 为什么说 这个节奏快 压力大 时长 工作时长比较长呢 其实还是因为说 那就是他本身 这个企业的发展的要求 那有可能说 我给到你这个职位的工作任务 它是以项目制来分配任务的 那我的任务给到你了 那你有可能八个小时 你就做不完 所以你就延长时间 加班来完成 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下 只能是个性化的 自我来进行机会的甄别和选择 其实你可以考虑去国企 或者是可以考虑一些传统的行业 传统的这个企业的一些职位 那相对来讲 这个996的问题会 就会能够这个规避掉 好 那么我们了解到 这个企业端对于这种核心的 有优势的人才聚焦 哪些人才要素之外呢 有的同学又提出来说 那作为企业管理者 他比较讨厌什么样的海归留学生 或者是讨厌什么样的候选人呢 这个比较个性化的问题 但是我那个 做了一个调研吧 就是有三类这个行为特点 是企业管理者不太喜欢的 在这里面给大家举个例子 也为未来自己这个修炼和这个 这个言行在就业面试的过程当中表现 也给大家做一个避坑的参考 那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太过自我的这种傲娇型的候选人 那这种是企业是不太喜欢的 因为这种特质的背后 它会隐藏一些这个未来管理的风险 比如说太过这个自我傲娇型的人呢 它会以自我为中心 团队的融合能力比较差 并且呢就是不能够客观的评价 自己的这种价值 所以说对于未来 比如说这个职位企业对你这种评价 你有可能和你自己的评价 产生很大的偏差 那团队融入感也不够 所以说未来这样的人 其实在那个蔑视过程当中 首先是容易被淘汰掉的 那第二种类型的人呢就是 懒癌患者 这个大家有经常提到的这个词 也就是说我非常宅 比较喜欢独处 不太愿意沟通 然后能不动就不动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在面试过程当中 也会发现过 那这种应接别生呢 其实它会表现在说 我就在这个岗位上 我做我自己认为 我应该做的这部分 我跟大家的这种互动和沟通 也比较差 团队融入也比较差 那所以呢这种管理驱动的这种 刚才这系统有一些问题 我看看调整一下 好 那 好 那这种其实因为现在 很多同学就是 同学 同学里面还是有很多 就是特别宅的这种属性 那在这个方面呢 其实你一脚踏入职场之后 其实在大学里面 你还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状态 那进入职场之后 你进入到一个组织 你需要和组织进行 这种互动啊 融入啊 那你这种过分宅的属性 就要 有 自我这种主动性的改变 所以说像这一类人呢 你过宅 你不太容易融入 这种懒癌性的这种特性 比较强的候选人 是要被管理者刷掉的 那第三类呢 对于海外留学生里面 也有 也有一部分 有这样的这个情况 就比如说 他的这种 这个重阳媒外的特点 比较明显 总觉得说国内什么都不好 那国外在我眼里 什么都好的 头两天刷朋友圈的时候 我还看到 在疫情这样的一个 大的这种威胁的前提之下 那依然还有人说 这个国外 这个国内的这种评价 这个差异会很大 所以说像这种过分的 重阳媒外 对于国内的这种情感伤害 比较大的这种言论 那这样的候选人 也是容易被企业 这个面试官屏蔽掉的 所以说这几种情况 大家在面试过程当中 是要规避 是要避坑的 好 那我们了解到这个企业 选拔候选人的聚焦的人才要素 有哪些 然后我们又盘点了一下 自身的实例 那包括我自己 就是包括我们海外留学生 我们关注的企业的要素 有哪些 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就是要梳理一下自己 有哪些优势 然后把自己的长板 发挥到极致 然后也要发现 我们自己的弱势在哪里 我们怎么样 去补足自己的这个弱势项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海外留学生 都有哪些优势 那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个显性的优势 这个都知道 就是国际化的视野和语言优势 这个也是大家出海留学 这个很多人认识的一个价值 那首先就是这两点 那另外呢 梳理出来 还有三个优势事项 是这个所学的知识 更贴近于企业业务的前沿 和市场的这种断层比较小 那还有呢 就是这种实操自主解决能力 海外留学生是比较强的 那再有呢 就是海外留学生 普遍具有比较灵活的创新的思维 这三点也是 企业管理者非常重视的 也是在 这个校招过程当中 胜出的核心要素 那首先说 这个海外留学生所学的知识 更贴近于岗位和市场前沿 这个毋庸置疑 因为是海外的这种 教学的体系决定的 因为它更新迭代的比较快 所以说和企业端的需求 比较贴近 另外一个呢 就是同学们的这种 学习的这种模式 就更多的会有这种 课程的这种自主性 然后呢 就是项目的这种融入啊 包括这种自我的 这种学习的管理啊 其实这种奢励 更贴近于这种 企业端的这种前沿科技 所以说在这一块 会有显性的优势 第二个呢 就是海外留学生的 这种独立意识 因为在海外生活 首先就是说 大家要解决自己的 独立生存问题 那很多不会做饭的孩子呢 到海外也会 开始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国内的毕业生呢 就是学校提供 实书一体换 那在这个方面呢 独立意识更强 第二个呢 就是海外的这种教学 以自我管理为主线 那更多的这种 学习的方式呢 就是大家 就是面对的 都是开放性的课题 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说呢 海外的这种教学体系 会引导大家 发现性的思维 去扩展思考的这个边界 所以说 这种小组啊 项目形式的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也会提升大家的 这种时操能力 那在国内呢 其实是 这种 生活的这种独立性 会稍微差一些 另外呢 这种这个项目的 探讨的深度 和海外还是有差异的 所以说 在时操和自主解决 能力层面上也 海外留学生 也是有优势的 第三个呢 就是灵活创新思维 这一块 这一块呢 也是和教学体系相关 因为海外的这种 教学组线 它是更open的 发展性思维的启迪 并且没有一个 标准答案 所以说 这个老师更鼓励 大家多元化的思考 没有边界的思考 然后再聚焦 然后给到一个 整体的解决方案 或者是项目输出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锻炼了大家 灵活思维和创新的思考 那国内的本土毕业生呢 会 就是它的教学体系 会相对来讲 比较僵化一些 因为 比如说国内也会有企业和高校 进行联手的这种课程的开发 但是呢 它落地审批的流程非常长 最后呢 就是说这种新学科的开启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题 并不是很多 第二个呢 就是学生在选课的构成当中 有太多的这种必修课程 那自己选修的这种余地 比海外留学生来讲 还是空间还是小了很多 所以说在这个整个的教学的这个选择方向上 灵活度也会差了一些 第三个呢 就是考核 考核呢 在国内的这种考试 还是英式教育为主 所以说呢 在灵活思维和创新思维这一块 海外留学生 也是一个明显的成本 那么除了上面 我们梳理出来的这些优势之外 还有很多优势 需要大家这个更多的去挖掘 然后体现在在自己的简历和面试过程当中 那除了梳理了我们的优势项目之外 我们就更加更加聚焦到 自己优势长版的一个积累 那么反过来我们也要梳理一下 自己在哪些方面存在着短版的问题 那首先呢 这个第一个短版问题 就是说这种中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思维的这种差异 因为毕竟很多同学呢 在国外这个留学的时间 这个时间长短不同嘛 有的是本科和本朔博在外面 有的是出海 然后去读硕士研究生等等 那多多少少都会受到海外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这种影响 那他们更多的喜欢个性张扬 然后发表自己的观点 然后喜欢更宽松的环境 那其实国内的企业管理呢 其实这种文化和管理模式也是林林总总不一样的 比如说互联网的这种文化可能会更open一些 但是在大多数的这种传统的产业里面 它的管理方式还是更多的会保守一些 这种流程化制度化体系化的管理会更加强调规则性 尤其是新员工入职 它更多的强调你的融入 你的这种执行力 你的和团队的这种配合的程度 所以说呢 这种海外毕业生进入到职场之后 会发现我没有更多的发言的机会 然后我的个性凸显 会导致一些管理者 我的上面的老大 对我有一些质疑 甚至是有一些这个偏见 所以说在这个方向上呢 还是建议同学们 在这种思维呀 包括这种文化的融入方面 做一些调试 因为毕竟我们是初入职场 我们首先要静下心来去观察 我选择的这个企业 它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因为它之所以在这个市场上 有这种发展空间 它一定有它技术硬内核的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观察企业 给我们带来这种资源和优势 然后呢 存在哪些问题 当我们要提出 见解和观点的时候 我们要带着解决方案 这样的话 也会受到你的上级的 这样一个认可 那第二个呢 就是自我期望值的管理 和自身价值的这种合理的评估 这个在前面体现 体现到了 就是本科和硕士研究生 对于薪酬期望值 和市场的匹配度 存在着一个差异 这种就是说 我们有的时候 对自己的评价过高 所以这个还是要 回归到一个客观的 一个这个评价的位置上 那这样的话 也有助于 我们融入到这个职场 第三个呢 就是就业信息的不退称 包括招聘 参与的不方便 这个是很显然的 这个就不做过多解释了 那第四个呢 就是适应往生 行册和鄙视面试 这样一个环节 更多的海外留学生 这个提到这个问题 说行册和往生 还有这个 这个线上比试 那有一些不适应 因为尤其是行册 行册这个环节 这个我会在后面 给大家做重点的解读 那么我们处理了 这个行业的机会 还有呢 就是我们也知道了 自己的长短板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 这个求职的准备了 好 那我们进入到 第四个阶段 那么首先做求职准备呢 第一个就是做 信息的收集 那身处海外的同学们 其实在这个信息收集方面 比本土的学生 有很多的困难和障碍 在这里面给大家提供 四个主流的渠道 第一个呢 就是企业官网 企业官网呢 是大家获取目标企业 照片信息的主渠道 并且呢 还可以了解到 你的目标企业的 战略规划呀 又发展的情况啊 包括他们对人才的政策 是怎么样子的 还有企业文化价值观 会有一个企业整体的 一个画像 第二个呢 就是高效的照片网站 那国内高效的 这种照片网站 包括自己的 这种高效的网站 这些信息的示范 那其实也是 最集中的 这个一手资料 供大家参考 那第三个呢 就是企业的宣讲会 其实每年的 出海企业都会有 大多数呢 也都是一些品牌公司 和大厂 这些宣讲会呢 每年都会有 那么如果说 你在大一大二 或者是延一延二 更早的会关注 目标企业的 这些宣讲会 你就会更早的 获取信息 为自己这个将来的 求职 做一手的准备 还有呢 就是 嗯 由于疫情的原因 很多企业开启 线上的这种招聘会了 随时大家也可以关注 那线上的这种宣讲会呢 也会给大家提供 便捷的 获取信息的通道 那第四个通道呢 就是 第三方招聘平台了 这也是一个 很方便的一个渠道 好的 那我们 收集了 校园招聘的 这些信息之后 我们就开始了解 校园招聘的 考核流程 那我们先看一看 就是校园招聘的 这个人才 选拔的这个沙漏 那首先最左边的 就是一个 人才选拔的 一个百分比吧 其实我们 每一家企业 在做校招的时候 都要扩大自己的 候选人的资源池 这个是肯定的 我们要做 全渠道的这种宣传 吸引更多的 同学的关注 那首先呢 就是往生的环节 大家提交简历 进入到人才的资源池 那接下来呢 就是性格测试 就行测和 比试环节 然后是裙面 单面 然后是中面 最后给到offer 那么我们看一看 整个沙漏 就是从我 投简历开始 进入到人才的资源池 到最后 我能拿到offer 能获取offer 这样一个比例 就对于一个 单一企业的这种比例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我测算一下 大概3%到5%的 一个比例吧 就是我以往的这个工作经验 是这样子的 当然根据这个行业的不同 我人才的需求量的不同 职位的不同 那其实这样一个比例 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这个数据仅仅是一个参考 那我们看看 校园招聘 其实在每一个筛选的环节 考察的重点都有哪些 这个也给同学们 在面试过程当中 做准备提供 一手的参考 比如说在网身环节 企业筛选的这个HR 更注重的是 简历和岗位的这种匹配度 其实就是抓取你简历当中的 软硬件的这种 关键词 然后和我照聘的岗位的画像 进行一个匹配 然后呢 你的简历 有没有回应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这个抓取的过程 那其实 第二个阶段就是 行册和鄙视 行册和鄙视呢 其实主要还是 考量的是 你的性格特质 是不是适合这个职位 是不是适合这个行业 还有呢 就是你的逻辑思维 那么对于技术类的岗位呢 主要还是 筛选你的专业技术的 掌握的程度怎么样 那会做一个 劣汰的过程 那第三个呢 就是全面环节 全面这个环节 就是无领导小组讨论的 一个考核方式 那在这个环节 主要是考量大家的思辨能力 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进入到单面的环节 单面 一般会分三个环节吧 单面和中面 那有你的这个直属的领导 manager 然后有上级领导 就是你的这个管理的boss 有可能是总监 vp或者是总经理 然后呢 中面是hr 这三轮面是 那主要考量的是 有专业知识和知识结构 沉淀层面的 也有软数值的这个考量 还有自我认知 包括你的这个这个执商 成就动机等等 压力压力 扛压能力 包括你的稳定性 这种软性能力 也就是冰山以下的这种能力的挖掘 那这个呢 也主要是作为你未来发展空间和这个 未来你在职场上能走多远 走多高的一个评判的依据 好的那这些考核点呢 提供给大家 主要是在这个面试就业 这个就业机会的筛选过程当中 大家要围绕着这些考核点来展示自己的实力 好的 那么我们了解了整个校园招聘的全流程之后 我们就开启我们的求职这样一个过程 那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简历自作的这个环节 那简历自作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问题好像也并不困难 那实际上简历的优劣程度 其实是决定你是否能够胜算的一个关键点 那简历的结构主要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解决的是你是谁的问题 这个是很个性化的标签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这个学习和项目的实践经历 总体来讲个人经历的一个打包 这个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回答 你能否胜任这份工作这样一个问题 那这两个部分的叠加 就会决定你是否能够在 这个人才资源池里面胜出 一个好的简历自作 那其实应用场景呢也是在两个场景 第一个呢就是往生的时候 你能够被筛选出来 那就是你简历的这个要点突出 那提升这种往生通过率 第二个呢就是在面试的时候 你简历上所有的信息都会成为面试官 考核你的线索的买点 那这些也是在我们制作解历过程当中 要注意的事项 好 那么进入到解历制作过程 首先是基础信息部分 基础信息部分呢 大家注意的就是一些很平常的问题 那同学们可能觉得说 这些有一些问题我可能不太 不太可能会发生吧 比如说我们在三选简历的过程当中 就会发现有的同学 手机号码写的不对 联系不上 或者是说手机号码的这个位数就是缺位的 还有呢就是这个留邮箱 那这个留邮箱最好是留非QQ的邮箱 那个其他的邮箱 还有呢就是有的同学可能在简历上习惯不贴照片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就一定要贴照片 因为贴上照片 第一获取一个这个三选简历过程当中 会获取一个好的第一印象 第二个呢就是面试过程当中 会对号入座 对你有深刻的印象 所以说呢像这样基础信息 有同学说这个有点太low了吧 但是真有这样的同学 就有这样的漏相 那除了这些之外 比如说这个性别信息 我认为也是一定要加上的 因为有些岗位 他对性别是有偏好的 就比如说某一些岗位 企业可能我就想要招女生 就比如说我在这个金山的 HR这个做HR总监的时候 我们对于员工关系管理这一块 我的偏好我就想招一个女孩子 他性格非常温柔沉稳 这个亲和力比较强 所以说呢这个岗位 我定义的属性 我就更喜欢招女生 那如果说你不标性别 甚至也不贴照片 我没有办法去甄别 因为现在从名字上判断 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说这个很多细节的选项 会有意想不到的这种功效 所以说你尽量要把自己的基础信息 很全面的这个列在上面 然后有一个清晰的呈现 好的 那接下来就是教育背景这一块 其实这个时间的顺序呢 离这个时间节点最近的 写在最前面 按照这样一个时间顺序 然后呢 把这个每一段的教育经历的起始时间 也要写清楚 还有呢 就是在基础信息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事项 就是在校期间的这种 获得的奖项 也是你价值的充分展现 那这个环节 自己也要做一个充分的盘点 把获得奖项含金量最高的 排在前面 依次的一个顺序 做一个展示 那基础信息要做到准确 逻辑清晰 信息完整 好 那么在工作经历这一段呢 其实大家要抓取的最核心的 这个能力要素 就是实习和项目经历 那这里面还会延展一些 就比如说像你这个科研经历 学术经历 比如说发表过哪些论文啊 在有影响力的这个期刊之上啊 这些也要列明 还有呢 就是有些同学说 我实习经历不够多 我可能在学校里面 参与了一些学生工作 或社团工作 也展示了我的一些管理能力 和团队的这个协调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 那这些也可以提炼出来 那还有呢 就是海外交换生的 那个这些 就对于海外留学生来讲呢 就是 这个 这个就可以pass掉 然后呢 就是商业比赛和这个学科竞赛 这一块 如果有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并且这个竞赛的影响力比较大呢 这个也是 可以在这个经历里面展现出来的 好的 那我们在 在这里面给大家举一个案例 就比如说 我在做实习工作经历 或者项目经历梳理方面 我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很好的展示呢 因为我们拿过来一份简历 这个 HR的筛选 其实不过就是30秒钟 那这种第一印象就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项目经历这一块 很多同学说我做的项目非常多 然后我就写的很全 我都罗列上了 但是我往生之后 我往生了这个很多质问 十几个质问 但是呢 我获得这种鄙视的机会 就石沉大海 这种这个机会很少 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这里面我们就要考量 大家在撰写简历的时候 如何把内容 把自己的散光点 打磨的更加突出 就比如说 我们拿一个项目经历来看 那这个同学呢 他做了一些项目 那这项目里面呢 他罗列了很多 那前面几个项目 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项目时间非常短 而且就是一个 这个很概括的一个描述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们做HR筛选的时候 是看不到核心价值的 并且你的时间 时间很短 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 那其实我们最后呢 筛选了他的四段经历之后 发现第四段 他的实习经历 会有一年的时长 这个时间长度是足够的 可以让这个学生 他能够沉到这个项目里面 去做一些事情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他在描述这个项目过程当中 非常笼统 看不到价值 那我们呢 就辅导他 就是说 你从这个 这个核心的项目开始 去打磨自己的 实习经历的这种散光点 那经过我们整个指导 调整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呈现 这个项目经历 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逻辑结构上 就非常清晰 首先呢 就是这个项目目标是什么 我们这个项目 要完成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在这个项目 实施过程当中 我们是分哪些步骤 做了哪些关键的动作 关键的阶段 来完成它的 解决了哪些关键问题 那么项目逻辑的筛选 我要分成一个清晰的 一二三点来呈现 那最后呢 其实也是面试官 重点考量的就是 这个项目很漂亮 这个结果交付也很好 但是 你作为一个参与者 你个人在这个项目上 完成了哪些 这个 结果的输出 这个才是最后的价值落脚点 也就是你个人的工作 有哪些 那这个作为 收尾的一个展示 所以说 这个也是一个三顿论吧 就是项目目标 项目逻辑和你个人 工作的结果输出 做一个分别呈现 那这个逻辑就很清晰了 这个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就看到 那整个项目目标 我们经过一个规划 说我们要输出 这样一个医疗的APP 很清楚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整个项目的 实施过程当中 我们有哪几大步骤 我们如何完成这个项目呢 解决了哪些关键问题 这个呈现的也非常清晰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个人 在这个项目过程当中 我做了哪些模块 我解决了哪些关键问题 那其实在用户需求啊 功能节点啊 流程啊 等等 那参与算法啊 那这些核心的模块里面 我做出了哪些贡献 就一目了然了 那最终总结下来 你这个项目才有核心价值 好的 那我们看 那整个的简历打磨呢 就会呈现一个特别清晰的逻辑 把你的核心价值凸显出来 好 那么我们做好一份完善的这个简历之后 我们就进入到校招的流程 我们先看一下国内校招的这个整体的环节有哪些 那主要是网身 行测 鄙视 面试和offer 这五大环节 那在鄙视这个环节呢 同学们其实 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鄙视和面试都会采取远程线上的这种模式 所以大家在鄙视这个环节首先呢 模拟面试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适应线上鄙视的这样一个环境 那比如说纽客网啊 还有很多第三方平台都会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模拟 鄙视的一个接口 那第二个呢就是线上鄙视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呢在面试这个环节 有群面 专业面 素质面和HR面 那这个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由于疫情的关系 更多的是线上面试嘛 所以说群面这个环节呢 在今年去年到今年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取消了 更多的就是直接的面试 进入到专业面试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大家可以节省一些就业的准备 然后我们看一下鄙视的环节 那鄙视的要点 我们以产品经理为例 那鄙视考察的要点呢 主要还是你的基本思维 还有呢你的知识储备量 你的知识广度 然后呢在考察的内容方面呢 主要是这个行册和基于岗位的这种 专业技术的考量 那在行册这个环节呢 我在后面会有一个解读 这也是海外应册毕业生的一个难点 然后在题型呢 题型方面呢主要是选择题和简答题 我们在调研问卷过程当中 很多留学生会说行册会比较难 因为一直在海外留学 这个接触的第三方机构啊训练不够 所以说这个挺难的 甚至是有的时候会颗粒无收 在这个方面还是很吃亏的 所以说我们要对行册做一个更多的了解 那其实行册主要的考察点呢 就是重点是考察基础性的能力 你的归纳总结和推理的能力 那题型呢主要有五个方向 一个是图形的逻辑能力 大家看到我展示的这个真题 第一个题 这个是单选题 就是一个图形的逻辑推理 做图形的分类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的这种考量 那比如说这种方式呢 像我给大家展示的第二个题 就是一个速列题 你去推这个空缺项 那这个是考量你整个的这种 数学的基础和逻辑思维的能力 第三个呢是语言逻辑 然后呢还有材料分析和这个数字推理 好 那么在这里面也给大家 给到大家就是材料分析和这个语言逻辑的 这样的一个题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行册这个方向呢 其实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其实就是个技能类的考核 所以说大家的办法就是 就是要更多的刷题 提升准确率 那么笔式的专业题的要点 在这里我以产品经理岗位 这个为例 那主要考量就是基于岗位的 专业能力的三个维度 那比如说基于这个岗位的这种产品知识 产品知识的积累 这种专业技能的这种知识的积累 比如说像计算机方向 它可能要考量你的这种 比如说C++ 渣瓦方向 Android和LS这些技术方向 你会掌握哪些这种专业知识 然后呢第二个层面呢 就是会考量你这个 所在职位的这种行业的一些 那个知识的储备 还有呢就是这个行业发展 涉猎的一些热点信息 也会做一个考核 那主要还是在这三个维度 所以说呢 同学们在专业这个笔试题 准备的过程当中 那就基于这三个维度 一个是基于你的岗位的专业知识的 这种储备方面做准备 还有呢行业相关的这些知识的储备 再还有呢就是基于这个行业发展 相关的热点信息也会涉猎一些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专业笔试题给大家这个列了 两个真题吧 2018年腾讯的一个笔试题 比如说这道题说的是 微信公众号怎么提升阅读的效率 那其实这道题的考核点在哪呢 第一个就是产品的产品 微信公众号这个产品的功能设计 第二个呢就是考量你在新媒体运营 这个方向的这个逻辑思维的能力 然后滴滴 2018年的一个笔试题 那在快车钻车等 非拼车的这样一个场景 然后呢我们会在让利方面 给到乘客一个折扣 然后选择拼车的用户会有等待的时间 那么如何让顺风车的乘客 接受应答和上车需要等待的时间 提升它的体验度 那这个笔试题的考量 主要在这个需求分析这个方向 你看这个用户他的定位需求 选择了拼车 那么他这个节省成本是第一需求 但是呢他又有一段的等待时间 你如何去鼓励他 这个选择这个产品呢 在这个方向来考量你的思路 好 那么我们看看在笔试这个环节 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 最重要的就是刷题 要更多的去做这种试题的 这个模拟 其实每提高一分就会 甩掉一千个竞争对手 所以在笔试环节 多刷题还是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 那么笔试过后呢 我们会进入到面试环节 面试这个环节通常呢 会有这个群面 专面 专业面试 素质面试和HR面试 一共是四个环节 其实很幸运的是 就是疫情开启了之后 群面这个环节 取消了 因为这个是在线下进行的 那很多同学对于群面 吴领导小猪讨论 有的时候一头雾水 觉得很难过 所以呢这两年呢 可以省掉这样一个环节 但是在这里也会给大家 做一个介绍吧 那群面的面试官呢 主要是由企业端 有这个你的直属领导 专业的领导 还有呢你的这个格级领导 还有HR来组成 专业的面试小组 来进行考量 那流程呢 大概是经历一个小时的时间 有10分钟的开场白 10分钟的读题 然后讨论时间 再加总结汇报 专业的面试呢 是你的直属上级来进行考量的 那它主要是考核 冰山以上的 这个知识技能层面 再加上岗位适应性的一些 软实力的考量 在这个环节 也是第一面 那么这个业务类型的第二面呢 就是直属boss 有可能是你的项目总监 部门总监 或者是主管的VP 或者是总经理 如果直管的话 有可能是总经理来面试 那主要是考量 基于这个岗位的 这种专业的隐性能力 潜力和一些素质 还有承压能力等等 围绕着这个进入职场 之后的这种能力要素 进行一个高level的 深挖掘的这样一个面试考量 HR面试呢 主要是HRD和HRM呢 那它也是一种潜质的考量呢 更多的是其他维度的 比如说你的价值观 和企业的匹配度啊 还有这个薪资等等 好 那无领导小组讨论这一块呢 我给大家简单过一下 这个曲面的过程 大概分成四个板块 那可能后场和入场 会有这样一个环节 就可能你要准备一些 这个简历啊 包括你的着装啊 会做一些准备 那第二个呢 就是曲面的全过程 分七个阶段 然后呢就是 有一个结束退场的过程 还有呢就是评委的评分 好 那这个曲面的这个过程 无领导小组讨论的实施阶段 会分七个阶段 那首先是规则说明 然后是自我介绍 审题思考 个人的观点陈述 然后小组的讨论 然后总结汇报 还有呢就是顾问评讯团的点评和提问 这七个环节 那我们看一下曲面 曲面它整个晋级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是怎么来考量的 实际上有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无领导小组讨论 我只要在这个小组 我表现的最活跃最好就好 我就可以过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我们多组 曲面下来 有的小组就会全军覆没 就是没有一个人被筛选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还要看一下 曲面的晋级标准是什么 那首先第一个标准就是 你是不是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提供者 那这是一个第一个标准 是一个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其实曲面呢就是一个小组的方式 一个团队的方式来集体解决一个问题 那这个标准下面呢有三个关键点 也是关键采分点 就是快速识别关键问题的能力 然后给出清晰的这个思路分析 然后呢你又是结论的核心观点的贡献者 那这些都是很好的采分点 那第二个标准呢就是 你是达成小组观点统一的过程推动者 可以说这个角色更多的是一个leader的角色 就是你能否在组织团队 组织这个小组 完成一个集体的项目目标的时候 起到关键的组织作用 推动作用 甚至是纠偏的作用 那这个就是第二个考量标准 那这里面呢还有重要的这个六点 就是一个是采集众人智慧 合理的安排时间 消除分歧 事实总结 统一结论 个人风采的展示 好 那么针对群面的策略有哪些呢 实际上大家通用的策略呢 有两个在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那这个环节我是给大家留了作业的 那这个结束之后 大家可以去尝试 规划一下 那第一个这个群面的决策呢 就是抢占先机 第二个决策呢 是后发制人 那这也是两个通用的这样一个策略 这个后面我会有一个 一个解读吧 其实这两个策略的应用呢 其实也是分不同的场景 就比如说你这个小组 这个人员的活跃程度是怎么样的 那我这个提的难度是什么样的 抢占先机其实是很好的获得 面试官给你的第一印象的 很好的一个方式 就比如说这个题目比较简单的时候 你就要第一个发言 因为很简单 大家都能说出几个观点 所以第一个发言就会有一个 这个先发的优势 那再有呢 就是大家都没有解读题目 可能都比较懵的时候 还不知道提炼问题的时候 你对这个问题比较熟悉 把握度比较高 你就要抢占先机 然后作为一个team leader的 这样一个这个角色 首先这个站出来 那然后还有呢 就是有可能大家 可能这个问题比较难 都没有把控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可能都没有人发言 那么你是一个 第一个打破僵局的 你可能没有提出特别明确的观点 但是呢 你会提出来说 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要整个怎么样去把控 我们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 输出一个什么样的节奏 会做一个组织者的这样一个身份 第一个站出来 来组织大家有序的开始 这个项目的讨论 那这样的也是一个 这个在领先机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出发点 然后是后发之人 其实后发之人这一块呢 也是分场景的 比如说你这个team里面 他就有一个强势的这样一个leader 他的观点比较鲜明 思维反应比较快 那他第一个发言之后 你是不是没有机会呢 也不会 那这个时候你要认真的聆听 去聆听他的观点 然后也去聆听其他人的发言 那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 这个自己的思考和总结 提出自己有含尽量的观点 作为一个leader的一个补充 你有可能成为一个副leader 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决策定位 或者是说这个前者 虽然是抢占了先机 但是他发表的观点 不是很正确 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是说他的观点逻辑不够清晰 那这个时候你在总结 他的这个观点的基础之上 在总结大家的讨论 然后你做一个总结层次 那这个时候你有可能 把这个leader的位置 同样可以顺利拿到手 那这也是一个后发之人的 这样一个这个机会 所以说这两种策略呢 大家都可以应用 主要是判断不同的场景 和小小组的这个人员的情况 你的竞争对手的情况 再有就是你拿到的这个 面试题的难以程度 自己来进行一个甄别和决策 那事后呢 大家可以做一个 这个题目的筛选 然后做一个群面的一个解图方案 然后自己来进行一个练习 好 那群面这个考核环节 其实问题大致是分成三类 一个是是非题 再有就是排序题 还有呢就是产品题 简单举个例子吧 是非题可能就会出两个 比如说解决一个问题 出两个方案 让小组讨论 你们的选择是什么 有可能选择A选择B 那优劣是是怎么样子的 那最终可能两个方案都不选择 我们会集两个方案 所长输出第三个方案 那大概是这样一个 是非题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就是排序题 在众多的这个资料要素里面 然后呢让你做一个 这个资源要素的一个 优先级的一个排序 就比如说 我是一个这个太空 探索的这样一个小组 那其实我们在做这种物料 备选的时候 我们会有哪些物资 然后小组讨论 你会把这些物资 进行一个优先级的一个排序 比如说在那个30个物资里面 我只能带20项的时候 我会选择哪些 这就是一个排序问题 第三个是产品类的问题 其实在互联网的很多职位里面 曲面过程当中 会这个有这样的一个 产品类型问题的这种提醒 也是一个主流 就比如说 你去设计一个客群 在25岁到30岁 之间女性群体的一个 游戏产品 那就是这样一个产品设计 你会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如何去做这种产品的框架 那小组讨论的这样一个话题 好的 那基本上 曲面就会是这三个提醒 那在曲面的过程当中 也会有多个角色 这个在曲面的过程当中 有多个角色机会 你可以把握 那大致分成 第一个就是leader leader的这个优势 当然是非常明显的 那刚刚在策略里面 我也给大家简单介绍过 第二个就是时间控制者 就比如说 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 要完成整个项目 那这个时间控制者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这凸显了你的时间管理能力 那在未来的工作过程当中 你的项目把控能力 其中时间管理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能力 那还有呢 就是记录总结员 这样一个角色 再有呢 就是一个普通成员 那这四个角色呢 其实定位会有所不同 第一个leader 肯定是把控全局的 这样一个角色 然后呢 也是主要观点的贡献者 然后呢 他会整个掌握团队的 结果输出的一个整体方向 并且在重要的分歧的节点 能够及时的纠片 这是一个领导 leader leader的这样一个角色 当然了 他的通过率是最高的 第二个时间控制者 其实这个 这个角色呢 并不是要充当一个闹钟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在拿到这个题目之后 你要站出来 我做一个时间的控制者 我就要说 我们整体时间 大概是一个小时 我们前面要用三分钟 来浏览这个题目 然后每个人发言一分半钟 接下来我们会用 二十分钟来讨论 然后我们剩余 用这个七分钟来做总结 然后我们剩余 还有五分钟 我们会做一个 激动灵活性的安排 那你作为一个时间控制者 会有一个逻辑上的切割 你的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也会给自己 有一个加分的机会 那第三个角色 就是记录总结员 其实这个角色 重点就是记录 每个团队成员的 发言的要点 把核心的观点记录下来 并且呢 在重要节点进行review 然后呢 如果发现问题的盲点 要及时做提示 并且为总结层词 做一手的资料准备 那这个角色也是一个重要的 这种提炼 概括甚至是方向把控的一个角色 也是很好的一个加分的角色 那再有呢 就是普通的成员 表明自己的观点 然后逻辑清楚表达 当然了普通成员的群面通过率 是最低的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争取到自己 有利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群面呢 它的考量的逻辑主线就是 求同纯异 达成共识 团队协作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总体来归纳一下 那首先基础准备呢 要准备三分简历 包括纸和笔 还有着装呢 要尽量正式 然后商务一点 轻便的作装 第二个呢 就是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环节呢 一分钟之内完成 那主要是突出自身的 这种核心的精力优势 然后呢 自身的这种 这种逻辑思维啊 包括呢 和团队融入这一块 因为你在这个团队里面 要想起到一个leader 或者是一个主导的方向 你要迅速获得大家的认可 这个环节非常重要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考察点 重点还是考察 比如说产品分析 或者是解决问题的 这种这个核心的逻辑 然后考察的能力呢 主要是这种思维的敏捷度 基础的沟通能力 和团队的协助能力 那在这里面呢 其实有几个要点 大家更多的会觉得说 我怎么样胜出 那我首先就要 凸显我自己的能力 我自己的这种散光点 我更多的要 抢夺这种话语权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 好的表现方式 你要知道群面最终 达成的目标是 合力促成群面问题 得到集体解决 是这样一个考量的方式 所以说呢 你既是一个leader 一个idea的贡献者 你还能够组织大家 协调整个团队的 这个优势 优势的思考力 集体的这种思考力 所以你才是一个好的leader 并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团队的这种沟通协调 其实你要实时的在细节当中 去为别的这个 那个team leader来点赞 去做肯定 更多的去做倾听 这些细节表现出来的能力 也是加分项 还有呢 就是拿到题目之后的 这种敏捷度 你是第一个提出核心观点的人 你的逻辑框架非常清晰 这些都是很好的这种加分项 所以在这个曲面的过程当中 切记炫耀自己 个人英雄主义 这是要避坑的一个关键点 那曲面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种 单面的环节 那首先就是你的直属领导 manager的面试 他很有可能是你未来工作的 直接丧死老大 你需要做的提前准备 就是你要充分的了解 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 发展阶段 以及这个战略 包括你应聘这个部门 担任着什么样的 这个部门的职能 相关的业务是什么 需要具备的这种核心技术 有哪些 然后要准备一份 这个完整的逻辑清晰 内核突出的简历 然后呢 还有就是要准备一些面试的 基本问题 这些在网上都会查到 相关的攻略 那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的一个4W 这样一个结构 第一个呢 就是我为什么想要 进入这个行业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会 有一个考量 比如说我的专业方向 我的兴趣偏好 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答案的内容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家公司 那其实你要更多的 有这种迎合的成分 就比如说你能看到 这家公司 它的这种竞争能力 它在这个产业的生态位 它的这种技术内核 包括它的好的这种企业文化 等等 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亮点 可以筛选出来 第三个就是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岗位 那实际上比如说 和你的专业的匹配度啊 然后呢 这个岗位 未来的这种发展空间呢 然后你的喜好啊 等等 然后为什么你觉得 自己能够胜任这个岗位 这个也是要梳理自己的长版的 其实在制作简历的过程当中 和自我学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是心里面 积累了一些答案的 要把它很好的呈现出来 然后在专业面试环节 面试官会问哪些专业的问题呢 其实这部分主要是考量冰山以上 这个你的knowledge和skill 这个层面上的这个问题 那么 比如说产品经理这个岗位 那一般你的manager会问说 你为什么要申请这个职位 第二个呢 你认为这个职位需要 具备哪些能力素质 然后你有哪些能力素质是符合的 当然他还会问说 你有哪些这个方面 距离这个岗位要求有差距 那其实这个时候 同学们可能就会慌了说 哎呀这不是在说我缺点吗 说我短板吗 实际上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缺点 有短板 尤其是英俊毕业生 你只是一个职场小白 其实你距离这个 这个岗位顺利模型 还有一定差距 你要客观的进行呈现 但是呢 千万不是这个岗位 最内核的这种能力要素 如果这些方面是有差距的话 你会被淘汰掉 那其实你要展示出来的是 可以通过未来的这种努力学习 和企业的这种系统化的这种培训啊 那可以实现 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 好的 那第三个 第三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岗位的理解 理解深度 其实这个也是说 在考量你对这个职位了解的这个深度 包括你未来在这个职位上 有没有天花板的问题 因为就是你对这个职位的内核的解读 那还有就是你的优劣事 再有呢就是会问你对这类产品的这种体验 也会就是说在考量你对未来这个职位 要达成的目标的一些认知的深浅 那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一个综合的这个考量 和你部门经理通常会问的这些问题 大家可以围绕着这些问题做一个充分的准备 那素质面试这个环节 主要的面试官总监VP和CEO 那其实重点的考核点 还是基于专业岗位的这种潜在能力的挖掘 比如说逻辑思维能力 格局视野和专业能力的呈现 那其实在这个 在这个专业面试的环节 其实和部门经理面试环节的差一点 主要是他更多的挖掘 基于专业的这种潜在的能力素质 比如说你的承压能力 这种应急反应 还有呢就是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 看你的这种发展性的思维 创新思维和思路的边界 还有呢就是考量你对行业的这种认知的深度和广度 会问一些这种看问题的这种格局的问题 就比如说这种压力型的问题呢 通常也是这个总监考量的比较多的 尤其是我们面临的这种996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所以说他有的时候会问说 比如说那个有你在一个团队里面 别人主动做了你份内的工作 你会怎么去考量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客户给了你五天的时间 来做这个解决方案 但突然呢由于他的这个需求的变化 要求你在三天之内就要解决掉 那你会怎么办 那这样的问题 所以主要是考虑你的应急反应和你的这种积极的态度 那在应对这个素质面试的这个环节呢 实际上就是大家在简历的准备过程当中 这个项目经验就有很多的买点 就比如说你在简历里面说我做过这个某一个这个APP的开发 那么这个总监他就会深度的去挖掘 你这个用户需求是怎么收集的 你的目标客户群体是怎么签订的 你的定位为什么是这样定义 你为什么区别于这个是25岁到这个30岁之间的这种女生 而没有选择男生 然后呢这个产品你如何挖掘你的客户的这种深层次的需求 然后基于客户的需求 你怎么样设计你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架构 那在解决技术问题的这个难题里面 你做了哪些动作 它会挖得很深 所以在项目过程当中 大家千万不要说 我这个项目只是浅诚的参与了 我没有做很多的技术内核 我只是做一个周边的一个服务 但是呢我也把我为了凸显我自己有项目经历 我就把它写上了 那其实在为后面其实是埋下了隐患的 那在这个面试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对项目细节进行深度的挖掘 所以说你在这个时候你没有真的去参与 实际上你是回答不了的 那压力面试这个环节呢 大家一定不要慌 就是我要有足够的这种心理准备 首先我头脑逻辑是清晰的 然后我的情绪要很稳定 那么问题抛出来之后呢 我首先要甄比一下 这个问题就是我会还是不会 如果真的是一个我没有经历的 没有经验的问题 我不会那我就诚实的回答 那我确实是不会 然后去请教老师 这也是一个很诚恳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而不是说按照我自己浅层次的理解去解读 所以说在压力测试这个环节 自己一定要非常稳定 非常沉稳的去梳理自己的思考 甚至在这个环节呢 你可以说老师 我可以确认一下您的问题吗 您的问题是什么什么什么 就重复一遍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再给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 或者是说面对这个问题 老师我可以请求 这个一分钟我可以思考一下吗 这个面试馆都是 这个可以给到你的 你要主动去争取这样的时间和机会 然后呢就是应对话速的问题 那其实就是开放性的问题 其实你要抓取到 他问的这个问题的内核是什么 你要进行确认 避免说你没有盖得到这个面试官问题的核心考核点是什么 然后答案有点跑偏 再有呢就是可能会遇到一些故意刁难的问题 就比如说压力测试和一些 你的创新思维边界的问题 有的时候他会去提出这种 这个非常刁转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去拓展性的思考去进行回答 但是呢如果说确实有难点的时候 或者是说面试官确实很刁难的时候 你也可以说老师这个点名说这是一个这个压力的问题 那其实我也有准备 但是呢我也希望老师能够给我一个客观的评价 我觉得这种沟通都是双向的 给自己争取有利的时间和这个有利的位置 好 那么HR面试这个环节呢 这个更多的考量也是潜在的这种能力素质 实际上和你的格级领导有很多考量的方向 有一些重合度 当然呢HR面试主要还是基于人 人的潜能 人的这种价值观 人的这种这个兴趣啊 性格啊 这些方向来进行考量的 那比如说对于价值观这一块的考量 他会深度的去了解你的偏好 假设说他会举一个案例说 头段时间发生了一个网络热点问题 就比如说厦门银行 厦门国际银行的一个领导 在这个组织新员工部门会餐的时候 然后在敬酒这个环节 那个新员工呢 说我不会喝酒 这个时候厦门银行 北京湾银行的这个领导就说 领导敬酒 你居然不喝 你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吗 然后就给这个新员工两个耳光 然后其他的下属 也就是同事也是冷嘲热讽 然后这个员工呢当时也是愤然离去 走到电梯口的时候 他的同事还追到电梯口 然后有很多这种负面的讽刺 那对于这个事件你会怎么看 实际上就是说 在很多这种场景的设定里面 他会去考量你的价值观 包括你的这种判别能力 他会判断你的这种价值观的走向 是不是和企业的价值观是相融合的 其实这些价值观 往往都是在这种重大事件的决策判断当中 体现出来的 还有呢就是会 他会考量你的性格和岗位的一种匹配度 就比如说我们在性格测试这个环节 会应用一些工具 比如说霍兰德模型 MPTI 或者是Disk模型 等等 那这些工具 实际上在面试环节 我们也会有应用 假设说我们就会去问一些问题 那比如说不同的性格会匹配不同的岗位 那如果说是财务或者是审计的岗位 他会更多的会挑选这些思维严谨 规则性更强 崇尚专业度的这种性格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种蓝色性格的人 所以说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很open的 善于人际交往的这些 可能会匹配到这种销售的岗位 那有一些就是非常执行力很强 然后呢耐心非常足 然后呢他又非常踏实的这种性格呢 会更加匹配到这种执行和支持部门的岗位 那财务和审计啊 包括这个数据分析啊这种岗位 他会对你的这种工具应用 严谨性思维会有更多的考量 那技术性的就是你到这种学习的能力 你的技术把握的程度 包括你的这种成压能力 也都会有考量 那兴趣领域其实是 我们更多的考量你的这种兴趣偏好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在问卷调查过程当中 问过大家一个问题说 你会选择高薪的职位 还是会选择自己喜欢兴趣所在的方向 其实就是在调研大家的取舍 其实如果说你能够在职场上 有很好的发展 没有天花板 实际上大家要选择和自己兴趣方向 非常匹配的职位方向的 来挖掘你的潜能 所以说其实我们会发现 每一个岗位都有天花板 比如说有同学说这个程序员 它是技术类型的 它就有天花板 有一天可能我学习不动了 或者是说我的逻辑思维不够 我对底层架构设计能力的思考 不够严谨 有天花板 那么通用类的 比如说我就做HR出身 那我做行政是不是也有天花板 其实也有的 每一个岗位都有天花板 实际上它对这种岗位的 这种内核的认知 是有考量的 就比如说 那我之前遇到过一个 非计算机毕业的 而且是一个新疆的一个大学 他学的食品工程 然后他并不是学计算机的 后来他选择了计算机方向 然后呢 在一个创业公司 他做服器开发 后来我把他招过来了 在金山入职 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并没有看他的学历 我也没有看他 是不是这个专业背景 他是个异业呀 大学没毕业 他就开始去做 那个产品开发了 所以从表面上来看 他有很多不符合 这个岗位的这种条件 但是我们经过面试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一个自学 能够和专业的人 进行PK的这样一个人 能够胜任这个岗位 实际上就发现 他的兴趣 他的潜在的这种能力 是非常强悍的 后来呢 我招进来之后 他在服务器这个岗 服务器总监这个岗位 做得非常好 大家都说 有他在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其实你就知道 兴趣点 才是你未来发展的长版 你才会轻松的越过天花板 那再有呢 就是HR重点的一个考量的环节 就是谈薪酬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因为大家选择企业的时候 首先就是考虑到薪酬福利嘛 所以在这个环节 其实也有很多技巧的 但相对来讲呢 就是作为员工 其实在职场里面 员工相对来讲 是一个弱势群体 正规型的企业 他对整个的薪酬架构 每个职位的这种薪酬 都是有一个规范化的 这样一个这个体系化管理的 所以其实你进入到 这个职位的时候 你选择这个职位的时候 你大概就在这个薪酬图谱里面 当然很多岗位都是宽带薪酬 假设说 这个产品经理的职位 大概我们 应接毕业生给到的薪酬 是八千到一万五之间 那么你的薪酬定位 大概就在这样一个薪酬里面 最后会根据对你的能力测评 综合的评分 最后会有一个薪酬定位 薪酬定位点 所以说呢 趋势在这个环节 你更多的还是要展现出来 你的实力和岗位的匹配度 这个才是最内核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如何去呈现 做这种面试的准备也非常重要 好 那么由于疫情的情况下 更多的现在企业 对于应届毕业生的招聘 就是线上的鄙视和面试 那这个对于海外 这个留学生来说呢 既是一个利好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因为远程面试嘛 大家不分国内国外了 但是呢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就是说 这个视频面试不如 face to face的这样一个真实场景的 这种面试 那你这种信息的 这种迅速的获取啊 包括通过这种肢体语言 这种表情 会更真切的感受到 对方对你的这种回馈 然后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 然后也可以就是说 有面对面的直接的交流 比如说争取一点时间呢 或者是说 这个有很多细节的 这种现场的沟通的灵感 那这个远程的线上面试 实际上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毕竟隔着屏幕嘛 有的时候可能有延迟 或者是说信息非常不清晰等等 那么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能要更多的去尝试 去模拟一下 比如说第三方平台 就有很多这种面试的机会 然后呢 线上面试的这种场景 大家去尝试一下 适应这个环境 那么总体来说 就是对于英界毕业生 如何能够把自己准备 准备成一个最好的 这样一个应聘的状态呢 其实涉及到平时 我们对于自己这种knowledge 包括skill的积累 还有呢 就是你更多的要往前 拉更长的时间 我去争取一些实习和工作的机会 做现实的这种经验 和体验的这种积累 还有呢 就是你的知识储备的 边界的扩充等等 那再有呢 就是准备过程当中 把这些闪光点 把自己的实力 要集中的展现出来 从简历准备的环节 从面试准备的环节 要做一个这个资源的梳理 和这个展示的方式 要做多次的预演等等 那这些都是一个 这个良好的一个准备过程 那同学们会说 这个面试的经验不足 然后会很紧张 尤其是说 我就特别想去 我目标的企业 比如说我就想去小米 我非常想去腾讯 我非常想去阿里 这个这样的大的平台 怎么办呢 那其实除了这个 更多的去实践 没有别的好办法 我告诉大家 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要多参加面试 要不断的去参加面试 当然这里面也有技巧 就是你参加面试的时候 你要选择同样岗位的 其他的并不太重要的 这些企业 比如说我并不看好 那个企业 或者是一个小企业 但是岗位是相同的 那我要更多的 抓这样的机会 获取面试的机会 我去练手 那当你不断的去 经历面试的过程 你就会有更多的 现场实践的经验 等到目标的企业 给到你 比试和面试的机会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 这个淡定从容的一个表现 真实的把自己的核心价值表现出来 就能够获取理想的工作机会 好 那么最后一个环节 实际上大家通过了比试 通过了多轮的筛选面试 可以说跋山涩水 通过了层层的这个挑战 到最后我要拿offer了 那你最后其实还是在面对 HR这样一个环节 那我们会发现 以往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阴距变生 就在最后这个临门一角 居然把球 点球给射飞了 其实非常无语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就是首先 就是说 比如说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 面试官问你关于个人规划的问题 就是说你在 比如说你加盟金山 你对自己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 你打算做多久 它去考量你的稳定性 第二个就是 你对自己的这种职业规划是什么 你是不是要做到一个技术总监 或者是做到一个项目总监 你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 这也是考量你的稳定性 和你有没有这种职业理想 我会不会说 你是一个值得培养的 这样一个候选人 那有的这个毕业生 这个答案确实是很崩溃 他就说 老师其实我加盟这个金山 我就是 其实我是更想去小米 因为金山和小米是一个老板 都是雷军 然后呢 我想要走曲线救国的道路 没办法 因为我是雷达铁粉 那其实这样答案 大家就能评估 如果你是铁粉 其实也是个脑残粉 是吧 那第二个就是 比如说对本专业的看法 你来应聘测试 那么你为什么要应聘这个测试岗位 然后你是不是很喜欢他 那这种考量呢 其实有的同学就会给出一个非常意外的答案 说老师 其实我不是很想做测试 因为测试的含金量也不是很高 我实际上是想应聘程序岗位的 但是呢 我知道程序岗位 我现在技术储备不足 我很难得到这个机会 我就先应聘测试 我认为测试我可以通过 未来公司是不是能给我这种横向调岗的机会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内部的调岗机会也是有的 但绝对不是说 这个我 这个岗位 我这个我不是很擅长 或者是说我的天然的这种技术内核 就不匹配的情况下 我就给你开放调岗的这种机会 不是按照你喜好来分配的 而是看着你的 你是不是适合 第二个就是你是不是有实力 去横向的去做调岗 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这种问题 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还有呢就是说 有可能在考量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们去面试一个产品经理 但是我会发现 他整个的这个思维架构 更适合产品运营 其实这种内核会有稍微的差异的 那我会说 那个产品经理这个岗位 我们认为还有一点点偏差 那我们觉得你更适合 产品运营的岗位 你是否考虑 那这个时候呢 有些同学可能就说 那我坚决不考虑 那我觉得出于两个方面嘛 第一呢 有些同学他实力很强 我志在必得 你可以这样淡定的回答 那第二个就是 有些同学他 就是你挑战目标的岗位的 实力并不是很强 你这个时候倔强起来 就没有理由了 你先进入到这个平台 然后先做起来 实际上这种运营和产品经理 这个职位 其实你 HR会给到你更适合的理由 你会发现说 我做产品运营 风生水起 我会找到一个更适合的方向了 所以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不要太草算 其实获取机会 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 那么在调研过程当中 或者是我以往的工作经历过程当中 大家提了很多 关于求职方向的一些问题 那稍后呢 我们会在问答的环节 给大家一些答案 和这个参考的线索 那好的 那今天呢 也是线上的一个分享 这个对着屏幕 没有看到大家真实的 这个现场的情况 然后给大家解读了 这样一个求职准备 那非常希望在这样一个 经济下行 就业压力比较大的环境下 在这个疫情 这样一个黑天鹅的 这样一个情境下 我能够这个 给到大家更多的线索分享 能够希望大家 好好的做求职的准备 梳理出最核心的竞争力 在未来呢 能够拿到理想的offer 那人才呢 也是全球经济复苏的 最核心的资源 我祝愿大家 羽衣丰满 能够笑傲未来 好的 那我这个主要的分享部分 就到这里 那接下来会有一个 问答的环节 我们请老师喝一口水 休息一下吧 因为真的是满满的干货 讲了两个多小时 这个真的是很辛苦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 用掌声来对老师表示感谢 大家可以把感谢的词语 打到这个对话框里面 可以让老师看到一下 感受一下我们的谢意 非常感谢老师 老师可以休息一下 接下来呢 会休息半分钟 我先说半分钟 这个接下来呢 我们老师在准备这个讲座之前呢 在网上提前做了一些调查 搜集到了一些学生 关于求职就业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等一下就有我们的 张老师对于这些 我们搜集到的这些问题 或者是说大部分人 对于同样的问题 产生同样的兴趣 集中的一些疑问 我们进行一个集中的解答 那同时在丁丁群里面 和作目群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 现场的听众 有留言给我们 我们也有记录下来 那如果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 不能完成所有的答复 也可以后期加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微信 珊珊子的微信 进入到我们的后期的群里面 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维护和解答 非常感谢张老师之间 谢谢大家